白色的孔雀 沒見過 有很多人在拍照 竟然還有免費的酒飲 很棒 很漂亮的藝術古堡 之後還會和你們去免費的農場 可以餵羊仔 看雞仔 草泥馬和綿羊 如果想知道更多澳洲生活澳洲旅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還有按鈴鐺 女車手 哈囉,大家好,我是童基 現在我們開始出發 去這個檔階堡 吃這個早餐 就到了這個secret grounds 這間店是很便宜的 很忙的 還有裡面大一點 挺漂亮的 沒錯,咖啡也是要芝士 下一個 那我們就點了兩樣食物 好漂亮 這個火鍋 好像很肥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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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點的兩樣 我都覺得挺好吃的 這間餐廳裡面還有這裡的 很高的樓頂 之後呢 都挺大廈 吃飽之後呢 我們就出發去藝食古堡 去這個alton 由當castr開車上去 大約是15分鐘就到 如果由city開車過去 大約35分鐘左右 就算是坐火車去到alton 還有坐巴士都去到的 郊遊的心情真是好啊 你有沒有去過那個alinda 還沒去 還沒去 很美 很美 很美啊 它那個high tea的東西 今天是星期六 它是開三至日的 星期一二是不開門的 這裡呢 就是有很多免費的泊車位置 飛了上去上面的一隻空雀 這裡啊 看到嗎 它準備開瓶了嗎 我們沒進過古堡 已經看到一隻很大隻空雀 在這裡 哇 好像挺漂亮的 真的 哇 整個藝術家社區呢 就有12英帽地帶 所以就在外面看已經看到很大的了 立即帶你進去看看 一進去就是 由手邊是買票的位置 而中間這裡就是買紀念品的 哇 入場就是14元一位 它就會給我們一個地圖 在這裡進去 哇 很多人 好像有酒喝的 真的嗎 是真的 它剛好有做展覽 所以有酒水喝喝 好像有點小 你不可以帶點酒 你要喝酒在這裡喝好了 是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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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里很漂亮 還有一個畫展 在這裡 很漂亮 有點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中學的時候 經常看畫畫的展覽 這裡的畫全部都是賣出來的 旁邊也有寫價錢 這一幅萬八元 還沒畫完 除了畫外 這裡也有很多石膏像可以看 穿過完這個展覽 我們就出來公園的部分 我要向裡面古堡進發 好天啊 除了藝術可以看到之外 這裡稍後也會有一些動物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白色的孔雀 石前面這個就是古堡的側門 旁邊也有一個畫廊 這裡還有很多小鳥在這裡叫 哇 真是醜 Mongar 好像有兩個頭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畫廊 這個藝術社區創於1934年 也有90多年歷史 窗門看出去還有一個泳池 好天啊 說回這裡的建築設計風格 深受這個中世紀的鄉村建築景影響 很漂亮 特別是受法國和西班牙修道園的影響 也帶有一點苦村風格 還有這裡建了很多拱門 每穿越一道拱門 都好像穿進了第二個世界 這裡的花園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花 所以每個季節來都有特別 穿進長廊走進後花園 這裡是有一個洞 哇 旋轉樓梯啊 裡面的建築也有很多不規則的大石 不知道它是不是因為全部都是用石來建造 所以裡面是陰陰涼涼的 這個很自製的 是陰涼涼的 很快 而且真的有水 這裏是陰陰涼涼的 有點恐怖 好像探險一樣 就這樣 很好看 這裡很美 上面有很多玻璃鏡 是彩色的 公主 嗨嗨 我要這樣嗨 我們從古堡出來了 就是這個古堡 這個建築配有 宋高尖尖的塔樓 整個建築很有神秘 和歷史感 它的外表真的很漂亮 很值得在這裡打卡 欣賞一下這裡的建築 有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私影 前面有一個湖 坐在這裡找一本書 看看可以在這裡扮偽文青 是一個 裝甲狗的木鼓包 好像到了桃金鎮一樣 以下是一則恐怖的故事 舊屎殺了人 躲在那裡的地方 是不是拿把電鋸出來的 那是電鋸 在那是斧頭 電鋸 在那裡 窩蟲 窩蟲散飯 這麼可愛 在這裡少少探險完 我們帶你看看 一些漂亮的景點 其實這裡也是很寧靜 很舒服的地方 這裡定時都會搞一些 工作坊的活動 給人參加 這裡裡面還有很多石像 還沒放出來的 整個舊式小鎮一樣 出去玩 有個好天氣 真的非常好的事情 瘋狂打卡的女人 你看看這個畫面 是不是好像幅畫一樣 真的很美 有很多孔雀 原來這裡 彩色這隻是四處走的 它沒有向你開屏 即是沒有向你求偶 是超大的 已經沒有 超肥 超大隻 很大隻 它飛起來 很肥 竟然捕捉到這一刻 好可怕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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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雀層 做個藍 白色 白色的孔雀 沒見過 以前做的 白色 哇 純白色 是不是剛剛 慢慢 為什麼它是白色的 那隻 不知道是紅雀還是什麼 但是沒有那隻毛 是不是被人問了 這邊也有一些藝術家在畫 很漂亮 陽光 轉個圈 轉個圈 漂亮 是白色的孔雀 沒見過的我覺得好值得 進來看看它 探一下它 那我們藝術古堡之旅就完了 我們待會就會出發去一個 免費的農場 可以看動物 好 現在的行程呢 就走遠了 待會就去動物園 農場 大概5分鐘左右的車程就會到達了 就在這裡了 不過下集再跟你說吧 Follow for more